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图像中国建筑室 这本书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的主书 不议其祖父父亲对他的影响 梁从介也如实说 如果说有的话 我想就是这个社会 那么我们后来想 中国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环境教育 教育谁 当然我们首先是教育公众 特别是教育孩子 梁从介的夫人方金是这样评价 免费老命什么钱也没有啊 没办法 十位普普通通的奇彻老人 就是清末一代儒学大师梁启超的孙子 梁从介 他的父母是中国建筑宗师梁思成 林慧英 年近古稀的梁从介是中国第一家 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场 自然之友创建于1994年 主要致力于中国的环保教育和环保知识的普及 每天早上梁先生都会骑车 到位于北沙滩自然之友的办公室 开始一天的工作 大家都认识到 就是说在国外 这个民间的这个非政府组织 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的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这中国没有 当时大家就开始讨论 就说在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建立这种非政府组织 就说当时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让不让 然后呢有人就说那你去试试吧 咱们没事怎么能够就知道政府就不让呢 最后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法 变通的方法成立了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的自然之友的全称叫 中国文化书院律师文化分院 按照中国的社团管理法是属于二级社团 我们原来想作为一个一级社团注册 挂靠在国家环保局下面 因为我们国家的社团管理办法规定 民间组织必须要挂靠在一个政府部门之下 但是呢这个挂靠没有实现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二级社团 组织的这个组织 差不多组织都已经成型了以后 我们才开始想我们能干什么 那么我们后来想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环境教育 教育谁 当然我们首先是教育公众 特别是教育孩子 不光是这年轻人 对我们这个老的也还是起这个谱 那么他起先呢 也是把学校当中学当基地的 很多是中学生给他义务 然后有的中学教员帮着他来宣传 我觉得他选这个题目选得非常好 就是环境保护 因为在中国经常发展的比西方晚多 但是这个问题从而很严重 在这儿就说 自然之有是以环境教育 作为这个组织的宗旨 我们觉得在中国 环境保护除了政府 要把这个环境政策 环境法律等等 严格地执行 制定好的政策 严格执行法律之外 公众的参与 公众对环境意识 和公众的参与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从历史学教授到自然之有 梁从介走上了一条 崎岖而坎坷的道路 给我留的影响最深的是 他只是一个人 而且他已经活到 可能那个时候 可能60岁或者什么 然后是一个教授 所以我想对社会做了 已经做了很多贡献 我认为比他 做的苏宅里高历史 肯定要 整个社会效果要好多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 就是说 非政府组织 不是反对政府的组织 它是实际上 它也是一种 它也是一种 促进社会发展的一方面 我当时也觉得 就是说 这个事情有点风险 当时我是认为 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说 如果真的有风险 我来担 我就发现了 这个人 好像那种 对社会 对未来的一种 责任感 非常非常之重 魏碑不敢忘忧果 当年梁从介的祖父 梁启超 学冠中西 被称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 一生致力于 为中国寻求思想上的出路 他的父母 梁思成与林徽因 也是将一生致力于 中国古建筑的 勘测 鉴别和保护 梁从介身上 对社会 对未来沉重的责任感 是否与他们一脉相承呢 如果说了有的话 我想就是这个社会责任感 我觉得我的祖父也好 我父亲也好 一直到我现在都觉得 我们生于资 长于资 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 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 为这个社会 为这块土地 为这个民族 做我们尽力所能及的回报 自然之友至今已经有近千名个人会员 和超过三千名团体会员 是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非政府民间环保组织 他们定期和不定期的 可以青少年举行环保享受 组织会员官僚清洁环境 以提高公众和青少年的环保意识 尊重和热爱自然 由于藏羊被捕杀的数量迅速增长 有关专家预测 用不了二十年 这种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 就将在中国 在地球上彻底灭绝 一公斤藏羊绒从西藏边境出口 可以换到九千美元据说 在这么强的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当年马克思说 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这个人们就不怕上脚架 那这岂止是百分之三百 所以他也什么都不怕 所以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的 这种倒裂的这种猖狂 1999年5月 梁从介夫妇 同自然之友的会员 远赴柯克西里 到达海拔四千五百米的 索兰塔街保护站 他们和野猫牛队一起 将收缴的近四百张藏羚羊皮 扶持一具 我们用这把火来向全世界表示 我们中国人民不允许 这样的罪恶 在我们的土地上继续横行八道 这里边有梁老师 方金老师他们 那么他们俩可能是 这个团队里年纪最大的 而且当时我们曾经开过玩笑 说他们登到最高的那个地方 康古拉山 昆仑山口的时候 我们曾经开玩笑 说这是两个上过这个山口 年纪最大的老头和老太太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我到了最高的地方 到了差不多四千七百米的高度 像我这个岁数能够到那么高 还能喘气 是吧 我就已经很庆幸了 他们俩我记得反正一直很自信 而且特别兴奋 其实他们俩是我们所有队员 最担心的重点对象 而且我们一直开玩笑 说你们俩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 比大熊猫还要大熊猫 但是他们一直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而且很自信 就认为我一定没有问题 在回来的途中 梁宗介夫妇和自然之友的婚人遭遇了车祸 整个这个胳膊掉下来了 但是跟我同车的我老伴 还有自然之友的另外两个工作人 包括刚才你见到的那个张继练 他们伤的都比我重 我老伴伤的轻 但是他们两个伤的都很重 是吧 那个当时那个情景确实很可怕 浑身都是血躺在马路上 所以年轻苦悉 但仍满怀同心的梁先生 幽默风趣博雪 吸引着许许多多自然之友的年轻会员 总的来说就是感觉梁老师就是个老师 他教我一些东西 教我怎么处理一些事情 教我一些环保的东西 感觉呢 他呢 就是一个培训军心似的事 他经常做一些绿色讲座 去给大学生做报告 然后呢 通过他的报告 很多的大学生啊 很多的朋友都是了解了环境保护 然后投入进来呢 使我们搞些活动 所以有了很多的新鲜力量 在当时在学校的印象 它是非常活泼的 就是这个学校很活跃 这个也爱玩 那个反应很快 爱玩 讲话很机智 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 梁老师是一个非常博学 而且很幽默 很睿智的这么一个人 经常大家一块聚会的时候 我觉得他总能把那个气氛弄得特别的活跃 而且呢 给我们讲很多很多 他小时候的故事 还有他听到的笑话 就是非常让人很开心的一个老师 一个老先生 梁先生与夫人讲起了99年 去科科系里的趣闻 一定要这么样 然后还要让他背他们俩过来呢 后来梁姐背不动了 这有一个可以走路的地方 小小的就搭那么一块木板 就虽很窄 可就是不走 非得要这么样 你说都七老八十的了 全都 他们也都四十多了 还淘气 然后呢 我眼中的这个梁老师呢 是一个人后长者 他非常的关心 这个自然环境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把我们这些这个 散兵游泳式的这个 这个个人呢 个体组成一个团体 然后呢 我们现在有组织 有计划 有规模的在干一些 像猪环制啊 像鸟类观察啊 环境调查 环境教育 就这方面的工作 自然之友创建七年来 曾先后多次获得 国内外环保组织 或新闻团体颁发的奖项 例如亚洲环境奖 地球奖 大雄猫奖 特别是2000年8月 在马尼拉 获得以菲律宾前总统名字 命名的麦格塞塞奖 The 2000 Ramon Maksasai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 Liang Kontri 这个奖项始于1958年 专为奖励在亚洲地区 对社会进步和公共福利 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回国后 梁先生将奖金5万美金 捐给了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发起 对中国特有珍税动物 滇金丝猴 藏林羊的保护 呼吁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 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虽然有所改进 但大部分至今依然存在 所以我确实觉得很悲哀 而且严格的说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觉得我们拼命的在呼吁 但是人类能不能止住这种 这种消费的行为 这种消费的欲望 我并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我倒过来再说 因此好吧 既然如此破冠破摔 咱们大家就吃喝吧 天塌下来再说 那么我也觉得 我们不能够采取这样的 做人的态度 那么我们能做一点就做一点 能制止一点就制止一点 就你们二位 三位 三位 看看当年我父亲写的这本图像中国建筑史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原稿 后来就变成了这样一本印制非常精美的书稿 然后这就是他的 你刚才念的英文是什么的 不是不是梁思成自己的 这个就是后来的我把它翻成的这本书的中文 因为这本书当年我父亲写的时候是用英文写的 有这么一个过程 旁边的修改是谁做的呢 修改都是我母亲的 这个中间的这些手写体的修改 就是我母亲改 那不仅是文字上的印刷 这本书实际上是他们两个人的 共同 这个共同的 他那里会建筑呀 Heritage 凉葛街的父亲梁思成 坐为梁底昌的儿子自有血管中兴 同样名门出身品貌超群的母亲林慧英 则被称为一代才女 1928年 这对在美国结束了建筑学学业的年轻夫妇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 回国后 他们开始了长达几十年 对中国古建筑的勘测 鉴别和保护的工作 西西事变爆发以后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为了不当亡国奴 放弃了北平舒适的生活环境 带上一双儿女 一路辗转到达位于四川宜宾附近的礼庄 在那里 他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居住 图像中国建筑史 我不知道我父亲从哪搞了一个 第九交响曲的总谱 总谱里头有那个欢乐颂的那个谱 我父亲是个 在清华念书的时候就是乐队指挥 他把那个总谱简化了 把那个欢乐颂变成一个三部合唱 然后带着我姐姐和我和他 三个人合唱第九的那个欢乐颂 就在里庄 就在这样子 连电灯都没有的地方 既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 厕所是敦坑 是这样的日子 我母亲那时候当时很寂寞了 她住在那个农村里面 那么就只好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里说 对着两个小牛弹琴 跟我姐姐 所以她把她看了什么书 她看了那个McAngelo的传 然后就跟我们大人 她现在我都记得 那时候我才在小学 她看一段给我们讲一段 所以我母亲小时候 我们那么小的时候 我母亲从来不给我们讲那些什么 什么小白兔了大灰狼了 这种故事不讲的 她讲的就是她看什么给我们讲 让我去看什么 Tuganiff的这个什么 猎人日记 我也得捏着鼻子去看 是吧 其实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是我妈喜欢 然后就逼着我们去看 我去看 我妈妈那时候肺病 没有任何营养品 就是那个村呢 每三天赶一个集 就是那个卖东西 那个卖菜 有时候在集上呢 会杀那个不能耕田的老牛 老水牛 那个村里头就很少有卖肉的 我父亲只要知道说 是今天这个集上要宰水牛呢 就去买那个水牛肉 拿来煮成汤 作为营养品 给我母亲吃 但是那个肉啊 就老得咬不动 就把这牛肉啊 都串起来 拿大针从那牛肉当家穿过去 然后就把这牛肉 串成一串 牛肉串似的 是麻线穿的 然后就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是吧 就学那个人员太善 好像饿了就 就吃两口脖子上挂的牛肉 就这样带着我的狗 出去 最后实际上那牛肉 我也咬不动 最后这牛肉 全让我那隔开吃了 我爸打过 老年也打呢 但是现在想 有些事我认为 我想的是 那时候我父亲大概脾气 也确实不太好 因为对他来讲压力也太大 然后我再不听话 再给他捣点乱 是吧 急了就打我一顿 现在有些 现在我还甭甭于话 其中有一次 不知道是谁传过话来 就说想跟梁先生见一见 然后我父亲跟母亲 在那嘀咕 说这个 听说这位 这位 市交啊 生活很困难 估计来呢 是想跟我们要点钱 可是我父亲母亲那时候 抗日战争千里跋涉 到了昆明呢 也搞得很 很穷困了 就说也没什么钱了 然后俩人就在那嘀咕 说这不给呢 好像也不好 给呢 也给不了多少 怎么办 全让我给听见了 是吧 五岁 五岁多的小孩吧 六岁大概是 是吧 五六岁的小孩 全给听见 然后第二天 这位老兄就来了 来了以后呢 又表示对我友好 是吧 把我往那什么 膝盖上一发 小朋友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说我知道啊 啊 我是谁啊 我说你是谁谁谁 你们家穷了 你们这 你这回是来 向我爸妈妈要钱来的 哎呦 我的天哪 这个 我爸爸简直在旁边 这个这个有 我在想要是 我是他的话 有地动也钻进去了 最后就搞成什么结局 尴尬到什么份上 我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 我个人走了以后 我父亲把我打了一顿 谁叫你这个多嘴多舍 我记得我 我小孩是无辜的 是吧 我就说个实话嘛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 是燕在梁间泥南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四月天 母亲林慧英 在1932年 儿子梁从界出生以后 欣喜提笔 专门为她写的这首诗 表达了对她的希望和爱 这个他是学历史的 但是后来嘛 也是这个 很多很多的运动 也没有珍贵的 本来他应该集成 他父亲的遗志 就是让他重建 借就叫李借 李明仲 就是这个 从朝的一个 古建筑的一个 谢罗伯尔营造法师 梁思晨先生去研究他这个 遗憾的是 1949年 梁从界因几分之差 没有能够进入父亲梁思成 担任系主任的清华建筑系 而此时的梁思成 和同在建筑系任教授的林慧英 正在为保护老北京和古城墙 进行着艰巨的斗争 城墙那场斗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我母亲当时 直接和这个北京市委书记 彭震当面辩论 那时候我爷说 他们刚刚解放 是吧 这个这方面还没什么经验 叫做出生牛肚不怕虎 当面去跟这个彭震 他自己回来跟我讲 他说我质问彭震 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股东 将来你们会后悔的 等到你们后悔的时候 你们再盖就是假股东 现在就是完全应验了他的话 现在北京到处盖假股东 可是到处在拆真股东 我真不明白 我真的不明白 这些人怎么回事 他也是保护文物很积极 原来在全国阵线 我也是原来在全国阵线 他说他给我不在意国阵 他为了文物保护 他简直是这个 写这个发言 国阵这个 讲话讲言 都尽力地保护文物 这个嘛 当然一个是他 进行他复兴的意志 因为这个任务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 我们努力呼吁要保 但是终于没有保住的 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 没有被拆以前的院 房子里头的情景 就是这么美的一个房子 让他们拿退毒机给退掉 这就是美术馆后街22号院 就是我们呼吁联名 呼吁多少政协委员 文物专家联名呼吁要保 终于没有保住 被退掉 被开发商用推土机把它退掉 我现在在提这个 这个话题啊 是一种 也是很无奈 因为我父亲五十年代 我父母 五十年代 那个时候他们提的 保护北京城的时候 北京城基本格局没有动 我父亲说是一个 活的历史博物馆 梁葱界的夫人方金 是自然自有的第一个支援者 自退休后 和梁先生一起 致力于自然自有的 各项环保教育 与环保知识谱 我们是看了 西志农和史里红 他们先不用一次 去木头筷子 我们觉得非常好 大家都主张这样子 然后我们已经建成好几年了 就这样 所以 也是互相学习嘛 从一点一滴做起 有人还笑我们说 这有什么用你们就那么 省几双筷子有什么用 我觉得梁东建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大家都这么样的话 那不就是有用了吗 或者倒个根来说 如果大家都不这么样做的话 那不是就更浪费了吗 所以不以小而不为呀 救人呢也好 干嘛也好 做好事 做都不要理为 一做就是大事 还得向你们这拍电视 还得出名没劲 就是普通通的 普通人做普通的小事 但是对他人 对国家 对民族 未来有好处 是不是啊 这是一种理念的体现 不在于物质上 真正能节约多少木头 在于一种精神 中国人实际上最缺的是精神 真正的精神 自然之有的会员 都自备筷子袋 一片在外就餐时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自然之有的很多办公用品 都是别处淘汰下来的 但这种简陋的环境 却凝聚了一群热心环保的人们 我们到门中勾起 他说的那个特别紧张的地方 就能不能用这辆车 是吗 然后咱们这边往下翻的时候 还有发的间商 这样看起来 这些字就不会乱七八糟的 有点挡着人们的视线 然后小的呢 但是这是我做自然之有的一个最大的一种 一种成就 或者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最大的回报 就是我认识这么多好人 人家中国古人说 人生得意知己 足矣 我这有这么多知己 刚才有一个节目采访 问我说 你们自然之有成了六年了 你认为自然之有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说我觉得自然之有最大的成就 不在于我们解决了什么样的环境问题 而在于我们为那么多的 有志于为保护环境 供欠力量的人 提供了一个 大家在一起处理的机会 夫人方金应该说是梁先生 自始至终的支持者 免费老命什么钱也没有啊 没办法 回来还得吃点小夜笑什么的 回来没钱 因为我是辞职的 就是说我是离开公职的 所以我从大百头签入出版社出来 方老师退休以后 我们全副经理都 梁同学在搞这个 具体很多事帮着他 可能经济上最初还给他资源 因为他原来他辞职不干了 我们两个就是靠他的 退休以后的工资 我们两个人过 自然之有也不给我 也没有钱给我工资 一直到后来自然之有 在外面申请到一些赞助以后 才给了我一份报酬 在那之前 所以人家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们方老师是 嫁鸡养鸡 嫁狗养狗 嫁猴养猴 我属猴 您属什么 属狗啊 狗养猴 七属的最后一次会议 他有一个发言 就是觉得 应该对个体户的权利 给予保证 结果他下来给我看 是人家都跟他 说他是个体户的代表 然后到了发现 他一个环保持着他自己 成了个体户 1999年5月 梁从介夫妇 在参加自然之友 赴柯克西里的归途中 遭遇了车祸 我们俩回到北京的时候 是我调的左戈壁 他调着右戈壁 回来的是吧 担心可不光是到 柯克西里 那个是99年的事吧 是不是99年 99年 可是主要担心 我就怕他太忙了 还有一个呢 我也知道 现在在中国 做这些事情 空间是比较小的 或者说相当小的 所以我也老担心 意外的什么事 而且在中国 好像老得背后 防着点背后什么人 是不是鲁迅说的 你老得防着背后 要想不到的 这种意外的事情 我老担心这个 梁先生的家里呢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 就是跟他的父母亲说 形成的那种家庭文化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他家里呢 不但是那个 经常是有高横满座 而且来自各个国家的 那个朋友也非常之多 他有一个特点 对外联系面也比较广 他能够宣传的方面 他通过他股东 包括他因为 比如他家庭的过去 国外的朋友 也有作用 影响 或者他自己 编辑工作基础的人 各方面 他能够很快地 把一些扩大的影响 争取社会上 与人支持和同情 这一点 我觉得他能够 重复发挥 他的特点 这个做环保以后 这种外事方面的 对 这个呢 我又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外国人想来了解 中国的这个NGO 想了解中国的环境 那么我不去介绍 谁去介绍 那么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让外国人更好地知道 因为很多人说 你们中国还有环保 你们中国还有非政府组织 根本不相信似的 那么 就那些传媒界 由于他本来不知道 环境保护 更不知道民间团体 也不知道自然自由 也不知道这样 就从最开始 起始来问 你们是否要成立的 你为什么搞环保 后来梁姐就觉得 这种问题太原始了 太幼稚了 但是人家要问 也没法补述 就这占很多的时间 回来以后 就不跟我说话了 他说太多了 就不理我了回来 很有意见 您得见到 很有意见 他们夫妇两个 在退休以后呢 都全力以赴的 是投入了环境保护的事业 对他们来说呢 这个环境保护 确实是一种 是一种生活方式 不是说是一种 社会工作啊 或者是一个职业啊 而是一种 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他们晚年的一个 一种 一种人生的选择 很快一点点 对不起 我没用那个 其中期我找不着了 你自己放那儿 你整理那个柜子的时候 你自己放那儿 不是在外头那墙柜 在外头那柜子 这么就在下面 顶上 还 don't know 你两边都找了吗 你就别看了 那不是女眉毛座 不是 谈起在国外留学 多年的女儿 梁先生为我们 读了一首女儿的诗 头顶一片蓝天 背靠一排青山 脚下是城行的麦田 处理良久 我望着你 你却不知道 只顾流着汗 直到我化作红毛 在那山头之上盘旋 当我再上征程 匆匆把你收入行浪 带不走你的希望 却多一份担忧 他忘记田间 怎无意拨下的种 请替我耕耘 过了年 我再来说 咱们共同的绘画 我不知道 他第一还愿不愿意回来 因为这个很难强求 我当然希望他回来 我也觉得他可能会回来 但是我不敢 不敢强求 回忆起有诗人和建筑师之称的 母亲林徽因 梁先生讲起了一个 让人心酸的故事 我母亲的这个碑 上面的这个雕刻 是他自己设计的 其实这个墓碑是当年 他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设计的那个花圈 那么上面要审查 所以就请了一个 当时一个老工人 刻了一个刻样 这是个样品 这个样品大概也就是这么大 也比这个桌子大不了多少 这样子 大概跟那个桌面那么大的 一块 最后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时候 一面墙那么大了 就放大了 最后他自己 人民英雄纪念碑没有落成 我母亲就去世了 后来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委员会 就说把这块刻样 就放到他的墓上 做了他的墓碑 所以说林慧英成了一个 为自己设计墓碑的人 林先生墓碑上的碑文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 被红卫兵砍去了 碑上至今伤痕累累 成了一座无字的墓 向后人默默诉说 好像有的时候还可以 这是什么呀 就是所有的咱们的这个 遗体告别时候 统一播放的那个哀乐 我们俩特别特别不喜欢那个 然后我们就在那说 如果我们有一天 也要去被告别的时候 那么我们愿意 那个音乐是我们自己选的 你说这个要做哀乐 多好的哀乐 我就特别讨厌我们现在 那个标准哀乐 我还喜欢那个 因为谁 好几个人都有非常好的 Shopan有很好的 钢琴的那个哀乐 然后那个贝多芬的第三 英雄交相曲 最后一个乐章也是哀乐 当年他是给 是给拿破仑写的 最后也是哀乐 然后那个Tchaikovsky的那个 Tchaikovsky的哪一个里面 也有一段 也有一段哀乐 就是说那个 就是说很多的大名家 都有非常非常好的哀乐 那个你别小看 就是一个哀乐 那个他所传达的 那个文化信息 我觉得我们那个 所谓的哀乐 那就太肤浅了 太肤浅了 我去问一下 这个不是 这是别人给咱们照的 他在台阶底下 咱们在这个上 人生的海洋 你为何不平静 不平静就像我的心 那一颗动摇的心 像我爱人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那一颗动摇的心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不平静就像我爱人 不平静就像我的心 我爱人 不平静就像我的心 那一颗动摇的心 USDT USDC每日派息 年利率高达8.76% 比特币以太坊每日派息 年利率1.09% i3万活期理财 每日派息随存随取